大家好,我是白石木马人唐大叔 俗话说天上三天,人间三年 唐大叔在宇宙的尽头神游一圈后再回首 已是2024 生活有时候会用意想不到的方式给我们上一课 但在确认过眼神之后 我内心热爱的东西并没有变 所以趁最后一个机会提了台柴油版的角度室 陪伴我下一阶段的人生旅程 提了新车,本来想去高速拉一下暖暖引擎 结果一不小心越开越停不下来 所以干脆决定重游故地 去看一看温哥华一路走来的地方 上了高速离开白石经过宿里 三角洲,列治文 心里第一个想去的地方就是史丹利公园 去那里看看海 看看石门桥 看看形形色色 游客脸上的快乐笑容 再从一条小道直接上石门桥 今天的天气很好 石门桥上的风景还是记忆里的那么给力 下石门桥往左可以去西温哥华 那边也有很多回忆 但是我想往右去 去北温 唐大叔刚来加拿大第一个落脚的地方 最主要 那里有我心心念念的那个小公园球场 和离球场不远的快餐店 挺好车 但是我非常意外地发现 这个公园维护的竟然这么好 比我记忆里还要整洁 我记忆里还要整洁 离开球场来到快三店 很可惜快三店前几天有个意外 今天不开 所以只能下车看看 然后自己脑补一下 虽然吃不到汉堡 但没关系 在本拿比还有一个餐厅 是我想去的 但是首先 我想去以前住的地方附近转一转 如果大家来北温哥华玩 可以沿着Longstyle大道 一路向下 来到海上大坝总站 那里有一个码头市场 可以吃饭和买菜 也可以看风景 我们以前就喜欢一边吃东西 一边看海上大坝来来往往 唐大叔今天的话 从Longstyle大道往上走 直接上高速去本拿比 然后下高速 绕了一小下 还是找到了 满是回忆的那间收拾餐厅 老规矩 服务员拿菜单的时候说 不需要这个菜单 直接用憋脚的日文来点 很久没吃寿司了 有些词想不起了 但是还是点了所有我以前最爱吃的手捏寿司 记忆里面 这间店的寿司就是个头大 味道也很好 虽然好像价格变贵了一些 但是看看这份量还是那么大 最主要味道还是和记忆里的一样 我就是从这里开始爱上 Toro和Wuni 也就是吞拿鱼南和海胆寿司的 喜欢上寿司是因为以前的一本漫画 好像叫《降泰的寿司》 嗯 满满的学生时代的回忆啊 还有一点忘记了 就是这里上菜也很快 连上菜再吃完 前后不到20分钟就回到了车上 接着一路向南 不小心走到了温哥华一个看樱花的景点 都忘记了 现在是樱花盛开的最后一段时间了 减慢车速 看看樱花 拍几个照片 接下来一路雾化 上高速 一路狂飙回家 三个多小时 温哥华绕了一大圈 应该一百多公里 对柴油引擎的初始印象是 动力真的很好 油耗低 因为它1600转速就能启动和达到 涡轮增压的最大扭力 所以起步 上斜坡 加速这些路况都很给力 今天本来就是带着狗狗出去都一小圈 也没有准备特别拍摄 但就是这种 说走就走的感觉 正是我们喜欢吉普的原因 不论前路如何 路况如何 这个值得信赖的兄弟 都会一直陪伴着我 我爱吉普 我爱 生活 谢谢 ynth Herr 果美味